焦点视频 星sir 逆学情愿的时间迎光幕 见到星sir 在这里 Hello 大家好 又是我星sir 黄卫星师傅 星sir 我一直都在讲几集已经教大家怎样看八字 一个最基础的入门 之前我讲了不同的例子 有钱人 做网红 做官 最近又吹些运动风 一个奥运令大家又再好关注香港的体育 究竟如何发展 所以我想请教一下 运动名将八字有什么特质呢? 首先运动名将 任何基本的运动 或者我认为的运动 或者大多数运动 一定有考验是否有心肺功能 是 是 运动的 原来 火是主心的 所以在一个运动员当中 心力一定要够 火 火 不论丁火 好 自火 这个八字 隔五时是错的 我没有使用 所以你不要理这个时 这个时是错的 火 火 原来在命格当中 火是代表他的毅力 和不服输 死都要去做到 亦可以代表他的爆炸力 火 因为炸弱 爆开 所以运动员的结构 基本上如果他要很考验 他的心肺功能 便会有点火 除非他做某些运动是不需要火的 可能要很冷静的头脑 可能要用策略性去想 那些就未必用火 但基本上如果炸弱的热能是比较高 他一定会有火的元素 这个都是做运动员的基本 第一 第二 做运动员 除了他有一团火 有一种毅力之外 他是不是不能输 如果他要面子 他要很有面子 输了我就不玩了 那就不用做奥义运动员 对吧 他的运动生涯就是九四十岁 输了就不行 所以有一种人的八字结构是不服输 我之前也说过八字的十天干 其中特别是金五行元素的人 是比较不服输的 很有毅力的 他属于一颗白虎星 很强劲的 不输得 要面子 所以他一定会有这颗星的出现 金 原来金就是代表他的内力 内力 所以如果你说 譬如 好像之前那些拳赛 如果要打的时间 要打得长 那个人一定要 内力足够 金一定要很旺才行 如果你说 我要很短速 金就不需要刻意太强 如果你说 去玩一些铁人 或者一些 又要 攀山 摄水 踩单车 那些 八字必必要有点金 所以金 原来就是代表他的内力 还有 金的人很有趣 做运动 他受了伤 他都会继续来的 是继续来的 他不怕输 不怕吃虧的 伤了不要紧 捱了他 很有那种 体育精神的 金的人 或者他本身金重都会有的 所以 有一些金的结构 都是适合做一些运动员的 好了 再加上运动员 我想问 你去得参赛 估计都没有理由 只有你一个 第一 第二 你去学做运动员的时候 你没有理由 教练教你一个 可能教得添人 原来 在运动员的生涯当中 他一定会有一颗 叫做比肩或劫财星 比肩或劫财星 代表他都适合做运动员 如果他在运动员当中 他有一个羊刃星 或者劫财星 代表他的能量是会比较高的 好了 伸金建柔金 就是叫做劫财 代表他有通根了金的能量给他 所以我们这个八字 他就做六 人的毅力是比较强一点 所以他也是适合做运动员 好了 我们看看牛女 这个八字 女车臣 好了 是不是每个做运动员都拿奖 是不是 有些人只有做字 是吧 永远都是差一点差一点 整天都差一点 但是机会是有 他有什么结构 是适合 担大旗做到一些运动员 还可以拿到奖 原来我们要看 但是拿奖的八字结构 他一定是要有 杀 或者官 官杀 但是这颗星在命格当中 火黑他就不好 火黑金 原来黑他是代表他的奋斗心 和他要面对的压力 你做运动员 你就要挑战压力 是不是 其实也是挑战什么 自己 挑战自己 所以不论官好杀好 重的人 都是很喜欢面对压力的挑战 好了 第一 第二 原来这颗星代表他的分数 官代表他的考试科目 如果他是踩单车 他就要参加一些比赛 有观察就代表他会参加 如果八字当中 观察比较弱 就是证明他未必会参加比赛 可能玩完这个运动 但是可能未必会参赛 虽然你说做运动员 但不是个个都会想去挑战自己 我们知道 好了 好了 还有一件事 原来做运动员当中 必定要有一颗印星 原来印星 他在2005年至2014年 这十年份 已经拿过一个奖项 冠军奖项 对不对 原来他当初是行一个叫做 杀印伤身的大运 杀印伤身的大运 而且 这个杀黑 他当时 这个丁火黑 这个新金 通根了这个字法 他有这个微土去帮身 那杀印伤身 能够拿到这个印星 代表这个奖牌 还有印星也可以代表这个名词 整个八字当中结构 甘 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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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印星也是土生金 證明他今年也會獲得獎 以一個這麼有資歷 也獲得獎無數的女車神 我們知道在2024年 他也有機會參賽 到時有沒有機會再為香港拿面金牌 或者爭取多些東西呢? 如果在2024年 那年行一個土的年 再行一個土金的月份 他的機會都是相對大的 當然這件事也要看回 他當時的體能 狀況 最重要的一件事 運動員經常會受傷 最怕的就是 機會是有的 但是如果他自己過份操練而受傷 就麻煩了 因為在這個八字當中 你可以看到 他圓局這個六 是代表他自己本身坐下的腳位置 亦是代表他受圓聲 其中之一 他圓局有貌又衝 又有自火合油金 火黑金 即是代表他的腳的舊環會受傷 如果你說行運當中 最重要是那一年 這個金不要再受傷 如果他再受傷就麻煩了 未必會參賽 要注意小心 因為你看到 他走2015年 這個叫做冒生大運 劫 原來是他一粒羊印 羊印代表手術聲 羊印代表手術聲 羊印逢衝禍必兇 明年2022年 就是任人年 就是這個大運的反復任 反復任就衝他一粒羊印 又人形治 然後又貌又衝 所以他自己在2022年 2023年 一定要保持狀態 不要受傷 這樣他下一屆參賽的機會 勝算都是屬於高的 OK 關於其他八字的認知 我們不如下一集再請假聲sir 好 拜拜 拜拜 拜拜